来到那马夏汪汪大峡谷 游客放声呼喊释放负能量 那马夏赏银步道一闪一闪萤火 从环绕身边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如此远离成宵的先进美景 只有深入高雄原乡部落才看得到 为了推广原民旅游主题 投手市观光局加码团客补助 只要来到高雄两天一夜住宿 同时还特别前往包括了 那马夏茂林跟桃园三处原民山区 来进行旅游的话 我们会加码多一千 从去年九月观光局推出到 高雄国旅团补助 已经迎来超过五百团一点七万人 观光局五六月再加码 只要规划原民山区行程 平日补助五千元 假日四千元再多一千 旅行涉业者乐观其成 车资如果是以到原民部落的 这个来回的部分 大概也要差不多出五千块到六千块 所以来补助刚好 可以cover到旅行社的一些成本 对旅行社业者来说 若是增加原乡行程 车程来回至少增加四小时 交通成本也增加 因此观光局加码补助 替业者降低交通成本 反馈到游客团费 增加油原乡意愿 而且意后南部旅游市场 国外团客只占五到十% 国旅团还是南部旅行社业绩主力 像十国旅市场有全台最多 观光工厂的桃园市也计 奖励刺激 除了让民众上网登记 抽两百元电子券 限额一点五万名 也可以参加抽购物金活动 奖金总额超过三百万元 我们更为了鼓励大家可以集团 成团去参加团U的补助 只要你可以集满二十个人以上 去观光工厂 我们每一个团补助五千块 但这个是有限额的三百个团 成果疫情寒冬 观光业迎来景气回春 各县市政府多管旗下 延长补助加码奖励 希望创造商机 靳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